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小军台湾plus频道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嘉隆 今天来谈一下全球股灾 原来我在上星期四来录影的时候 当然没想到隔天星期五 8月2号星期五 开始出现全球股灾 然后礼拜一8月5号星期一继续下沙 以台湾来讲的话 下跌幅度超过一千点下死人 盘中可能还不止 比如说下跌幅度一千八百点 这个叫做轰动武林 没有这样的跌幅 不过如果在美国的话 可能因为它没有涨跌停板的限制 所以比较见怪不惯 那对台湾来讲的话 这样的下跌幅度很惊人 那么台积电的话一样 就是很多的全职股一些好股票 一样在跌 然后从本来是 从一千多跌到本来 比如说九百八九百六 结果跌到最低的时候到八百二十以下 八百一十三左右吧 这是台湾的部分 然后我们看美股的下跌带动了其他股市 当然也包括日本欧洲 全球股灾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全球股灾 全球股灾有两个花源地 那么最直接的就是美国这边 八月二号公布的就业报告 出现了那个意想不到的变坏 然后在前一天 之前的话七月三十一号 日本央行有升息 那这个也变成一个辅助因素 好现在我们先讲一下 那个美国这边就业市场报告 然后这样子 它的就业报告呢 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十一万多人 那么市场的预期是十七万多 那么前一个月呢 也是在十七万多 然后呢一下子好像少掉三分之一 就是变成十一万多人 那么这样的话已经显示出 就业市场有一点没那么紧的 没那么崩那么紧的 有点疲软 有点那个松下来 然后再来就是失业率上升 失业率从百分之四点一 这已经是 这已经是 那个算是那个高点了 居然又再继续上升到四点三 所以失业率从 三点九四点零四点一 然后到四点三这样 那么四点三的失业率也是 好长一阵子没看到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失业率 从第一点的三百分之三点四 三点五 后来在这个三点四三点九之间 那个排回三点八三点九这样 然后呢开始从三点九 迈向四点零 这已经很轰动了 因为失业率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在三点四三点九这个区间里面 好然后呢到四点零 然后四点一 接下来四点三 是这样失业率上升 那么美国就业市场长期以来 充分就业的水平是百分之四 四个百分点的失业率 在美国是属于充分就业 好简单说明一下 就是说充分就业不等于失业率是零 因为什么 因为有人刚从学校毕业 正在找工作 有人呢想换工作 搬家啦或干嘛 那么这些在找工作的人 肯定一下子还不会找到工作 他可能有一个过渡期 在这个过渡期他是失业的 你就拿说学生毕业 还没有找到工作嘛 有一阵子失业这样子 好你就用这个概念来理解这个现象 摩擦性失业这个现象 所以呢充分就业的时候 一定有人是失业的 好这样的概念之下呢 美国的劳工市场结构 通常大家认为 充分就业下的失业率水平是百分之四 反过来讲百分之四的失业率 意味着那时候的就业市场 已经可以算是充分就业状态 结果我们过去这几年来看到的 特别是疫情以来 居然不到百分之四 那这个是高度绷紧的就业市场 好了现在回到正常 你绝对不能说 离充分就业百分之四点零 不太远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失业率 叫做 经济衰退 对吧现在是这样来 这个就业报告引发了 美国经济要陷入衰退 这样的隐忧 这是股灾的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担心美国经济 要陷入衰退 但是我们客观的说 百分之四点三的失业率 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失业率是经济衰退 不对 百分之四的失业率 叫做充分就业 是就业市场很正常很健康的时候 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四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有很长一阵子的话 都在百分之四以下 也许百分之八三点八三点九 比较好 即便如此百分之四点三 你也不能说这样的失业率叫做很糟糕 经济已经在衰退 大概也不能这么讲 所以就业报告两个数字 然后第三个 我们知道 每小时薪资成长率 每小时薪资成长率 我之前应该有说过 就是说它的关键是百分之三点五到百分之四这个关键门槛 如果工资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四 那么通常它就有这个实力去推动去造成通膨 好 那如果你要维持一个没有通膨的这个经济跟社会的话 那么你这个每小时的薪资增长率最好甚至于一定 要控制在 要降到百分之三点五以下 所以百分之三点五到百分之四 但是这个区间是一个关键性的门槛 或者我们讲关键密码 年准会打通膨 最后一定要让这个每小时薪资增长率 简称工资增长率 掉到百分之三点五以下 然后跟大家讲 在通膨爆发前 或者甚至于在疫情爆发前 每小时薪资增长率 就是在百分之三点五以下 金融海啸以后 失业率情况不太好 对不对 然后失业率 不 每小时薪资增长率都在百分之二 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呢 稍微上升到百分之二点五 又是延续一阵子 然后呢 又再稍微上升 可能到百分之三露个头 没有超过百分之三点五 然后才进入疫情 疫情的时候 整个就业市场 当然被打乱了 对不对 然后等到疫情消退之后 开始要恢复正常 这个时候疫情造成的 那个劳攻击短缺 然后薪资增长率飙到百分之五 通膨了 就是工资增长率 如果超过百分之四的话 它有实力来推动 来促成通膨 支持通膨 那 所以呢 我们就反过来讲 要对抗通膨的话 一定要把工资增长率 降到百分之三点五以下 最好到百分之三就好 那么现在最新的工资增长率 从之前的四点一变成三点九 然后第一次突破第一次跌破四点零嘛 然后再从三点九这一次跌到三点六 百分之三点六 已经逼近百分之三点五了 这样子 这是工资增长率的放缓 放慢 然后这个当然也意味着说 就业市场没有那么紧了 稍微松了一下 稍微有稍微疲软了一下 好 然后再来一个数字就是 劳动参与率稍微上升 好 那么把这些综合起来 我要讲一件事情 我们一步一步讲开 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就业报告 立刻引来一个话题 叫做它触发了引爆 英文叫做trigger 它等于扣动板机一样 它触发了叫做萨姆法则 好 萨姆法则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图 来解释一下 过去65年来 失业率 我们讲这个 萨姆法则的定义 内容 失业率拿过去三个月的移动平均 避免某一个月的有意外的异常的波动 好 就是过去三个月的移动平均值 来跟过去十二个月的最低点来比对比 如果三个月移动平均的失业率 比最低点高出0.5% 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那么预告美国经济 要么已经陷入衰退 要么即将进入衰退 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我再重复一下 萨姆法则的意思就是说 拿现在的失业率 这个是三个月移动平均 来跟过去十二个月的最低点来比较 如果目前这个三个月移动平均的失业率 上升了超过0.5% 或者等于0.5%也可以 那么叫做触发了这个法则 这个法则就开始生效 然后这个时候 美国经济在衰退 是这样 这个法则是这样 好 这是从统计数据当中 得到的一种形态或者规律性 从统计数据来 这个不是理论值 不是理论上这样预测或认为 演算出来或认为是这样 不是 这个是纯粹从统计数字中找出来的 一种形态或规律性 这样OK吧 我先要讲 听好 这个数据不是我们编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官方的数据 这个是彭博的 其实美国联准会也有 一样 这种数字是官方的数字 就是萨姆法则 然后到目前为止 据我了解媒体上没有 我们算这里 我的说法算是独家 就是 经济衰退期间 的确看到 萨姆法则被触发 被启动 粉红色的期间 是经济衰退期间 这个标出来的 经济衰退期间 都看到失业率 冲上去 就是所谓 萨姆法则 就是这个 这个红色虚线 就是0.5% 然后失业率上升到超过 0.5% 碰触或超过 对不对 就引爆这个 经济衰退 所以 经济衰退期间 就是粉红色的期间 你都看到失业率的 这个 冲的高了 虽然 随后掉下来 那就 就叫做 触发这个 萨姆法则 失业率的冲高 冲高到碰触 或者超过 红色的虚线 水平线 这个红色的虚线 是这样子 那 你会发现 经济衰退期间 这个法则都成立 应验 被启动 被触发 OK吧 但是 当这个法则被触发的时候 有三个时候 随后并没有经济衰退 就是有经济衰退 就一定有看到 萨姆法则成立 但是萨姆法则成立 不自动等于 随后就会有经济衰退 我们找出三个地方 一次是1967年11月 再来一次是1976年11月 再来是2003年的7月跟8月 这三处你都有看到 失业率上升到碰触那个红线 可是接下来并没有经济衰退 OK 这是数据上我们看出来的 这不是我编的 你自己看数据 至少有三个地方 黑线失业率的上升 碰触到红色水平线 虚线 红色的虚线 这表示这个法则被触发了 跟目前的情况一样 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这样 失业率上升到 开始碰触到这个 萨姆法则 我不是说一定没有经济衰退 我是说如果有经济衰退 事后的数据来比对的话 会发现萨姆法则成立 被触发 但是萨姆法则成立被触发的时候 也不见得每一次都是经济衰退 至少有没有三个地方 萨姆法则被触发 但是随后没有经济衰退 至少不是 不是马上有 萨姆法则的话通常是说 当你被触发的时候 经济可能是有 就是说已经在衰退中 那我们挑出来的三个情况的话 至少一段期间内都没有衰退 衰退 我不是说没有衰退 不会有衰退 而是衰退的话 是后来的事情 那萨姆法则的意思就是说 它被触发的时候 经济其实已经在衰退中 或者很快就进入衰退 可是我们挑出来的三个时间点 你会发现 萨姆法则算是被触发 但是随后没有看到经济衰退 这是第一点跟大家说明的 这是一个经由统计数据来发现的 一种规律性或者形态 但是即便如此 萨姆法则也不是百分百 因为它被触发之后 不是每一次都立刻看到 随后出现经济衰退 好 那这个区别怎么区别 我这边就补充一下 就是说当它被触发之后 失业率随后继续上升 持续性的 这个失业率的走高 这样的话就是会触发萨姆法则 然后经济会陷入衰退 如果你碰触一下 随后失业率降下来 那就不会有 你以为的经济衰退 所以你看它触发以后 如果失业率上升到碰触红线 随后呢 你看到那个有经济衰退的情况 随后呢就 结结攀升 失业率结结走高 这个是经济衰退 但是如果碰触之后 就失业率就掉下来 随后就没有经济衰退 你看我们挑出来的三个地方 失业率上升到碰触红线 随后就掉下来 碰触红线随后掉下来 碰触了红线 失业率随后掉下来 这样的话不会有经济衰退 就这样 所以观察它的差别点 就在于说 失业率上升到碰触那个 这个薩姆法则之后 失业率是不是结结攀升 如果接下来失业率结结攀升的话 那就是成立了 就是薩姆法则成立 就经济会陷入衰退 或正在衰退 总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观察是看 接下来的失业率 所以呢 接下来的 我们现在看到 8月份公布7月份 对不对 接下来9月份 还会公布8月份 那10月份 还会公布9月份 我们看看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 失业率是不是结结攀升 如果美国的失业率 接下来攀升的话 那大概就可以确定 这个薩姆法则的结论成立了 是这样子 所以有待观察 接下来的数据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薩姆法则所收集的这个数据 过去65年来 他少了一样东西 是现在有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 有一件事情 是薩姆法则这个统计数据 收集的期间所没有的 那件事情叫做疫情 过去65年没有疫情 对不对 没有这件事情的那个干扰 疫情严重的扭曲了就业市场 就业市场受到疫情的干扰 这件事情过去65年来 你在收集这个统计数据的时候 没有这件事情 这就是说 为什么这一次可能失灵 连薩姆都说这一次可能会失灵 那我们现在来进一步讲 疫情如何扭曲 就是冲撞了就业市场 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这样 疫情期间 很多人改成居家上班 远距上班 就是work from home 从居家上班 或者远距上班 然后甚至于可以开 视讯会议 远距离的会议 不一定要面对面 大家看到了 可以用视讯的 在荧幕上看到对方的表情 对方讲什么话 这样子 视讯会议 再来可能把一些 这个X光片 还有一些病例资料 等等 传送到医师那边 由医师来做一些判断 诊断 叫做远距医疗 还有呢 学校可能会有一些 叫学生在家里上课 大家不要碰免免的感染 这个叫做远距教学 就是说 小孩子在家里 看着爸爸妈妈 新买的笔电 还是桌机 然后呢 从荧幕上 从电脑上面 去上课 去学一些新东西 这样 远距教学 远距医疗 远距的会议 等等 就是说 有一些商业行为 那可能就 透过这个 电脑系统 还有呢 这个通讯系统 来做 疫情 带来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它会造成什么 进一步的改变呢 它是这样 有些人发现 我本来会 不去上班 是因为我要在家里 照顾小孩 对不对 或者照顾长辈 我有这个家庭上的需要 所以有些人 特别是妇女 她可能就不能 这个 如她所愿的那样去上班 去工作 但是疫情期间 既然很多人 居家上班 远距上班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些人就 重返职场 找工作 再来 很多的各种形式的移民 非法的 合法的 她可能发现 这种疫情之下 可能就 回头找工作了 进来找工作了 然后呢 也包括黑人 男性 还有这些 妇女 移民这些 他们重新回到职场 找工作 这意味着什么 当你看到有些 也就是有些人 本来离开职场 那我们 我补充说明一下 美国的事业统计 就是说 你有意愿找工作 你还没有找到工作 这样才能够列入 事业人口的统计 如果你没有意愿找工作 比如说你退出职场 很可能你 长期找不到工作 如果你退出职场 如果你退出职场之后 你是无业 但不等于事业人口 事业人口 就不把你列入统计 那如果这种无业的人 重新回来找工作 当然一时会找不到工作 那就列入事业人口统计 这样OK吧 所以呢 疫情造成了很多人 确诊 死亡 还有提前退休 避免跟同事接触 跟社会大众接触 也避免使用公共运输系统 对不对 疫情造成一些生活上的改变 商业领域里面的工作模式的改变 然后呢 这个改变可能让某些人 重新回到职场来找工作 因为听说现在职缺也很多 所以有些人觉得 现在找工作的机会比以前好 何况还可以居家上班 所以呢 很多人进入重返职场 或者在职场里面出现来找工作 好 这样的人 会造成两个数据 可以追踪的到 可以比对 第一个是 劳动参与率上升 就对吧 现在有很多人 从不是劳动人口 变成劳动人口 要重返职场找工作 然后在他找工作的过程中 会出现摩擦性失业 刚刚讲的 就是你想找工作 但是你肯定有一段时间 也许两三个月 或者甚至于五六个月 你有一段时间还没找到工作 所以只要重返职场找工作的人变多了 你就会立刻看到劳动参与率上升 然后呢 事业率上升 这种事业率上升的话 其实是联准会所乐见 联准会当然希望想找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越来越多的人不是离开职场 而是好好的找一下工作 对不对 所以如果因为很多人重返职场找工作 对找到工作有兴趣有信心 所以他们重新回到职场 对不对 这是好现象啊 这种事业率上升不是 没关系啊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如果有人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 灰心上志 然后呢 干脆退出职场 不完了 这样好吗 事业人口因此下降 劳动参与率也下降 你觉得这样有比较好吗 对不对 所以从联准会的立场 从政府的立场 官方的立场 当然希望很多人回到职场找工作 然后能够找到工作 对不对 所以在很多人会来找工作的情况下 劳动参与率会上升 然后呢 事业率会增加 因为他们不会很快就找到工作 会需要一段过渡时期 也许两三个月 也许五六个月 找工作嘛 要丢履历表 要面谈嘛 等等等等 这是一个过程嘛 那这个过程一结束 你可能就在某个地方找到工作嘛 就这样子 所以呢 疫情结束后 很多人重返工作 因为也看到职缺很多 对找到工作 比较有信心 觉得成功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他们回来找工作 他们一回来找工作的话 造成了两个数据变化 劳动参与率上升 失业率上升 这两个数据的变化 恰好就是像上星期五 八月二号 美国公布的就业报告里面 所具备的 所以坦白讲 这是劳工会重返职场找工作 是因为他对找到工作 有更大的希望 就是说 他觉得可能性很高 他才会来找工作 如果他觉得即使回来找工作的话 也没什么机会找到工作 那他干嘛 所以很多人愿意回来找工作 表示他比较乐观一点了 比之前乐观了 比之前觉得更有把握找到工作 所以他回来找 重返职场 那重返职场的结果 当然失业率会上升嘛 劳动参与率会上升嘛 这两个数字 恰好就是 八月二号公布的 七月份的就业报告的 一个现象嘛 所以其实这样的事情 其实算是好事情 不是坏事情 可是总有人 总之啦 有人把它做不利的解释 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 这个有人会是谁 好 这是有关就业报告的部分 然后工资 从3.9 4.0 向3.6%靠近 看起来快要跌破3.5%了 那么坦白讲 这个对联准会 控制通膨来讲 算是好消息 失业率稍微上升 然后把工资增长率压下来 这个绝对是打通膨的人所乐见 因为我刚刚讲嘛 打通膨一定要把工资增长率 打到3.5%以下 那是这样子 好再来 那个 除了这个就业报告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也会让市场情绪转成悲观 就是 几乎同时啦 公布 说巴菲特的那个公司 Burkshire Hathaway 这个 伯克夏海瑟威公司 居然在大卖他手上的苹果股票 第一季大概卖掉手上持股的13% 第二季卖掉49% 巴菲特在卖苹果的股票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啦 第一个 因为巴菲特的操作规模比较庞大 所以他不可能用一般投资人小户的那种思维 来处理他的庞大资金的进出 所以巴菲特的投资操作 有他自己的一套 我们 对一般投资来讲 其实参考性不大 除非你是法人 投资机构 你可能会多少参考一下 对一般投资人来讲的话 巴菲特的进出额度那么庞大 跟你 这个情况不尽相同 就是 那个高价位出现的时候 你小富的投资人可能可以 恰好把手上的股票卖掉 获利了结 可是巴菲特的持股那么庞大 他怎么在那个价位卖掉 不可能 所以他的卖股的方式 肯定跟一般散户小额投资人不一样 好这样 然后巴菲特卖掉苹果 这是第一个 他的操作可能对一般投资人来讲 参考性其实不大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巴菲特就真的准吗 不一定 我们讲一下 两年前他不是说叫他的那个 经理人 把台积电卖掉 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他叫人把台积电卖掉 然后他那个时候在买什么 买日本的五家商社 这五家商社基本上就是军事工业的概念股 然后他去买日本 OK啊 你做你这个投资的话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曾经卖台积电 然后台积电被巴菲特卖完之后 就开始涨了嘛 就后来就一路涨了 涨过六百七百八百 最近不是到一千再跌下来 对不对 那巴菲特卖了台积电 台积电走跌吗 没有啊 台积电反而接下来是走上升趋势 所以呢 就台积电这件事情 这不是去年就前年啊 就最近的事情 就是巴菲特卖台积电的股票 可见巴菲特没有看对 巴菲特可能会说嘛 我不懂科技啊 所以我尽量不要去买 我不懂的那个股票 那可能是他的经理人 买了台积电 他看一看以后 觉得不同意 卖掉 就这样子 但是你也知道啊 巴菲特下令卖掉台积电的持股以后 台积电的股票是怎么走 是上升啊 所以巴菲特就比较准嘛 不见得 然后他还有一个考虑 就是税务的考虑 他可能会有某些操作 尽量考虑到结税 比如说 算了 这个有关结税避税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专家去谈 我是说巴菲特的操作 有他的独特性 因为他规模庞大 资金规模庞大 然后何况他也有看错的时候 像他几年前 他去买中国大陆的石油公司 后来发现不对 他有一些中国大陆的投资 他去买一些中国的企业 然后买完之后两年半 任北杀出卖掉 那巴菲特不是告诉你说 他都是长期持有 可是呢 你知道吗 他有一些股票 他发现不对了以后 他两年半卖掉 这怎么能够叫长期持有 像他持有可口可乐 对 长期持有 他持有美国运通的股票 长期持有 他有一些股票的确是长期持有 但是他也有发现不对的时候 卖掉的个案也有 所以他不见得百分之百 什么都长期持有 所以他的操作很多东西 一般投资人不见得能够受用 但是我们只是说 巴菲特卖掉苹果的股票 这个新闻也在这个时候出来 所以有些人就认为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很多 投资机构投资人的心情 可能想一想说 既然巴菲特在卖苹果 说不定其他人也想跟着卖 这是一个插曲 然后呢 关于日本的部分 我们另一集再来说明 现在讲的是这样 这个就业报告这个数据不好 其实是被美国某些人拿来利用 然后呢 把行情杀下来 造成全球股灾 然后他们心里面想实现一件事情 就是逼联准会降息 我先来讲这件事情 那个华尔街 在升息的过程中 他们感受到债券价格下跌 债券的殖利率开始上升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们的债券投资部位 都有账面亏损 就是叫做胡亏 就是说表面上 它的债券投资部位 因为价格的下跌而出现亏损 那么当时据说去年吧 美国银行BOA 美国银行 它的美国公债的投资部位的亏损 超过1000亿美元 那你可以想象 很多的基金很多的投资机构 他们可能多多少少都要持有公债 然后他们手上持有的公债 反正公债存量那么大 不是你有就是我有 总是有人持有嘛 那国外的就算了 国内的美国自己内部的 肯定有很多投资机构 什么基金的一定要持有 美国公债的 他们就会立刻感受到 当美国在升息的时候 2022年不是开始升息吗 后来越升越快 对不对 那美国联准会升息的时候 一定会让债券的殖利率跟上来 然后表示价格是下跌 那表示他们以前买债券的人 会有资本损失 好 那华尔街很多这种现象 大家在债券的投资部位 有亏损 或者叫做浮亏 账面亏损都可以 好 那怎么办 他们在去年 2023年 就开始推销一个概念叫做 会降息 所以呢 债券投资 会有不错的报酬 就从去年 台湾的很多投资 金融机构 也在推销 美债的相关的金融产品 什么ETF来ETF去 从去年等到现在都没有降息 你知道他们也是亏很大 对不对 他们都提出一个论述给投资人 就是说美国要降息 最开始是说升息速度放慢 然后最后开始说停止升息 然后现在后来进一步说 即将要降息 结果投资人相信他们 采用他们的论述 理论的结果 去买公债 或者买公债的相关产品 结果到现在也还没有看到降息 对不对 实际情况是这样 那华尔街有一个焦虑 就是说他的债券投资部位有亏损 可能挤压到他的现金 他希望早一点解脱 希望债券殖利率能够降下来 希望债券价格能够走高 这是第一个华尔街的焦虑 然后华尔街期待联准会降息 可是联准会因为要打通膨 必须紧缩到通膨被打下来 他们不敢降息 所以利率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 那联准会降息的考虑 就是之前说过 升息跟降息可能不是懂一套逻辑 升息是对抗通膨 升利率是要透过货币紧缩 来为实体经济降温 来压下通膨 那降息呢 降息不是因为通膨数据放慢了 还是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 就来降息 请注意不是 我们现在看过去两次降息 网路泡沫破掉之后的降息 还有次级房贷风暴的时候 2007年的降息 到后来2008年 雷曼兄弟破产金融海啸 又在降息 对不对 过去这两次的降息 都是泡沫破掉 或者大型金融机构被卷进来 有系统性风险 然后美国联准会 为了对抗系统性风险 为了追求金融稳定 他去降息 他去宽松 所以降息不是因为经济可能陷入衰退来降的 不是 降息纯粹是为了要应付可能的金融系统的崩溃 是金融危机逼出降息 这样听懂了 但是实体经济过热本身逼出了升息 但是呢 不是因为实体经济没那么热 有降温就可以让你有降息 不是的 为什么降息是比较慢 因为在大通膨时代 美国联准会当年曾经有两度大大的降息 可是呢 最后通膨都缓扑上去 再创新高 到了最后 联准会就不得不把利率直接升到百分之二十 是这样来的 当年降过息 但是呢 降息之后 通膨还是起来了 通膨会卷土重来 结果呢 对抗通膨的行动前功尽弃 只好重新升利息 重新加息 那等于是白搞了 所以联准会记取当年的教训 这一次才会讲 宁可紧缩过度 也不要紧缩不足 他讲过好多次 再来呢 他说 这个过早降息是不适当的 这个也是讲了很多次 就是联准会宁可 在降息的这个事情上 宁可晚一点 而不是早一点 宁可 仅说过头来降息 而不要仅说还不够的情况下来降息 联准会记取前面的教训 降息跟升息考虑不一样 然后你就回头去看过去的两次降息 一次因为泡沫破掉 网路泡沫破掉 一次因为那个很多大型金融机构 卷进去那个房地产泡沫破掉 以及那个衍生性金融产品 然后重伤了华尔街 华尔街前五大投资银行全部倒 那那个贝尔斯登已经先倒了 然后雷曼兄弟是第四个 贝尔斯登第五个 然后前三个的话 美林第三名的美林干脆把自己卖给那个美国银行 由美国银行消化吸收 剩前两个 前两个的话高盛得到谁来救 巴菲特 巴菲特是犹太人 他在雷曼兄弟也是犹太人 高盛也是犹太人 他决定选高盛 高盛名气比较大 所以巴菲特的钱去救了高盛 那谁救了摩根斯坦利 听说是某国的主权财富基金 然后来救了摩根斯坦利 所以呢 你看第一名的高盛 第二名的摩根斯坦利 都是被人家救起来 第三名干脆把自己用一块钱卖掉 卖给BOA 那第四名就破产 第五名破产 是这样 所以我说华尔街全打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 就是出现股灾了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 联准会的降息 是因为金融上的考虑 要应对金融危机 要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 而华尔街这边一直很希望很期待 联准会能降息 在债券的投资部位的这个亏损上 能够缓冲一下 能够得到一些救济 那怎么办 所以去年 大家回想一下 去年三月左右吧 有一家银行破产 叫做矽谷银行 矽谷银行的破产 其实后来新闻报导有讲 应该这么说 就是高盛去扶导他的 他这个债券投资部位出现亏损 然后应对 需要补现金 然后高盛的扶导 就是扶导到最后 大家发现不对 然后拼命去提款 最后他就被挤兑以后就破产了 短短两天之内被提了五百多亿美金 然后就撑不下去破产 我是高度怀疑高盛透过他的财务顾问的引导 其实就是要引导他破产 当然高盛不会这么讲 想要制造银行危机 看看联准会会不会降息 结果联准会 连同财政部 还有连同金融监理单位等等 大家研究出对策 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他当初事情是在那边补充说明一下好了 矽谷银行发现他的投资部位亏损 他的现金调不回来 需要补现金 然后他找高盛来做财务顾问 高盛跟他说你这个事情不要公开去融资 因为你公开去融资的话 你的财务报表不好看 就会被人家发现 矽谷银行听了有道理 对不对 所以私底下去找谁 找那个私募基金的大咖 那些金主带些大咖 然后呢 这些大咖 私募基金的这些大咖 听完之后不置可否 等到他们矽谷银行的人一走 这些人赶快打电话 打电话给谁 因为这些人辅导很多企业上市 他们底下 然后这些企业都跟矽谷银行有账户往来 有开户嘛 所以这些大咖 他其实手下有很多的新上市的公司 然后他们的业务往来都是矽谷银行 所以这些大咖 赶快打电话叫他们辅导的那些小公司 那些公司赶快提款 就这样来 然后后来呢 因为不好募到资金以后 他们提到没办法嘛 就是增资嘛 增资要办路演嘛 road show 要向各地的投资人来解释 我们要干 哪些资金要干什么 那这个路演的话 要提供一个东西叫做财务报表 那财务报表一提出来以后 那些可能投资的人一看 哎呦 债券部位的账面亏损那么大 对吧 就是财务报表那个难看的部分 被人家看到了 所以呢 他们也是回去打电话叫他们辅导的企业 赶快赶快提款 就这样 结果呢事情一爆发以后 短短两天被提了五百多亿 然后美金 然后那个 借股银行就只好宣告破产 好了 结果呢 这个银行危机 后面还有带出其他的两三家三四家 中小型银行也跟着破产 那问题是这样的银行危机没有成绩后 他没有威胁到大型商业银行 哪三家 花旗银行 摩根大通银行 还有呢 美国银行嘛 BOA嘛 那这三大商业银行没有受伤 然后第四名的富国银行也没受伤 受伤的是中小型银行 能够联准会跟财政部处理一下事情就过去了 所以呢 华尔街没有发现没有办法用中小银行的银行危机 来逼联准会降息 那想要想去只剩一招 股市大跌 所以华尔街其实有在想如何制造透过股市大跌 来逼联准会降息 所以他们在等 他们在等 然后呢 第一个时间点 八月 然后 为什么叫八月 我解释一下 美国的华尔街 有两个时段 他是放假 然后呢 整个华尔街 几乎变成空城 人少很多 那么一个时段是 圣诞节12月25 到1月1号 就是新年 这段时间是传统的那个过节嘛 然后呢 美国就回家乡嘛 然后去过节 这个时候 华尔街几乎是空城 只剩下留守人员 这是第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时段是哪里 八月下旬 纽约 曼哈顿 天气很热 所以呢 这个时候干脆放暑假 就是 华尔街的主要人员都去度假 都去避暑 那等到八月结束 九月开工了以后 劳工节 劳工节过了之后 开始正式上班了 然后来分析师们就开始各就各位 上修这个平等 下降那个财策 什么什么 开始干活了 八月下旬的部分 整个华尔街就几乎空城 人少很多 只剩某些游客 基本上 只剩留守人员 那整个华尔街变成有点冷清 因为都避暑去了嘛 八月份呢 好 那这什么意思 主要人员离开 只剩留守人员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 华尔街的交易 是不是变得比较清淡 你说 对 那什么意思 比较清淡的行情 是不是比较容易被炒家 拉上去拉下来 比较好炒作 对吧 所以在利用八月份 交头比较清淡的时候 有些人就来 干脆把行情杀下去 然后九月一开工以后呢 可能就会被拉回来 所以八月份很容易看到 这个股市的下跌 所以你会经常看到 在第二季 四月五月的时候 有人就说 今年夏季估计 股市会大幅度修正 其实他们咬定的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八月份的下旬 大家都去度假去避暑 所以整个交易会萎缩 会比较清淡 而这种行情之后 你去动行情的话 相对比较容易 所以如果华尔街想透过股市的下跌 来对联准会施加压力 让联准会降息的话 一个时机很重要就是八月 八月就是九月利率会议之前那个月 所以他们想 而且传统上八月又比较好办事 因为交易量比较清淡 比较少 因为主要的人员基本上都在度假 所以如果你想搞行情的话 八月是个好时段 这样对吧 然后八月之后 又有九月份的利率会议 所以华尔街那些希望联准会降息的人 肯定有这么一个蓝图 或者一个作战的地图 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找事情 结果给他们等到 八月二号这个就业报告出来以后 华尔街正正有词 美国经济即将陷入衰退 或者美国已经衰退了 已经进入经济衰退 就是用这个萨姆法则 这样OK吧 因为萨姆法则被触动 现在变成百分之零点五三 而不是百分之零点五零 有稍微超过一点点 华尔街等到了一个不好的就业报告 然后在一个对的时机 对的材料对的时机 然后他做对的事情就是杀盘 杀到见股见肉 杀到你都不敢相信 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 就构成了金融的不稳定性 那么联准会当然受到影响 所以呢股市大跌之后 几乎可以确定 九月一定会降息 好 然后华尔街不满足于这里 华尔街居然开始对联准会叫板 说第一个要考虑紧急降息 就是在正规利率会议之前就先降息 比如说八月份就降息 这叫紧急降息或者临时降息 就是召开视讯会议 额外开会然后来降息 这叫紧急降息 然后媒体上有一些人开始讲 包括那个肉贝尔奖得主的克鲁曼 他也在这么讲 联准会要赶快采取行动 来阻止这个全球股灾的化身跟扩散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对联准会施加压力 第一个就是宣称联准会对总体经济的判断不正确 误判升息升得太慢 这是华尔街对联准会第一个叫板 第二个叫板就是要求这个紧急降息 不要等到9月了 8月就可以降息的第二个 对联准会叫板 第三个 现在有很多 这个透过这个联准会观测工具 就是对联邦资金利率的期货 去演算出来的一个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期 或者看法 这个数字几乎已经告诉你9月份要不但降息 而且降两码 然后11月12月还要继续降息各降一码 所以今年全年可能会降息四码 这就是华尔街杀盘杀了半天 希望得到的作战成果 就是联准会不但降息 而且降的幅度 让华尔街开心满意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的起码就美国这部分来讲 这一次的股灾 最后演变成全球股灾 其实可以把它解读为 华尔街对联准会的博弈 然后呢 现在华尔街这边已经公然到 对联准会叫板 对联准会下指导棋 告诉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你要这么做那么做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联准会的话 你绝对会拍桌子 你绝对会讲 没大没小 没大没小 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有你华尔街说三道四 可以的吗 所以现在的华尔街 已经如此的狂妄 第一个批评联准会 对总体经济判断失误 降息降太慢 第二个呢 甚至于开始喊要紧急降息 就是 九月利率会议之前就开始降息 然后第三个 甚至于开出降息的那个幅度 九月降两码 十一月十二月各降一码 全年降四码 联准会干脆给你干好了 行不行 就是华尔街巴布的联准会 赶快降息 然后让公债的那个 殖利率下跌 然后价格会走高 然后他们的 债券投资部位的亏损 才可以得到缓和 甚至于化解 他们在玩的是这个 所以呢 就业报告出来之后 坦白讲也说不上说 这个就是经济衰退的 把这个担忧无限放大 然后造成杀盘杀杀杀 对不对 杀到最后的话 这个见股见肉 还不够的话继续杀 八月份出现全球股灾 这个以前发生过 就是2015年八月 那个时候刚刚提到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新汇改 然后汇率直接先贬值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啦 结果到八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全球股灾 直接大跌 然后隔天就拉起来 就是不再跌了 好 那么所以呢 这一次的全球股灾 从美国的就业报告开始 中间经过这个巴菲特的那个 卖股票的这个新闻出来 等等 然后从美国扩散到 欧洲、日本、韩国、台湾 这样全球股灾 然后跌得很惊心动魄 但是其实背后 表面上就是美国的就业报告 触发了这个经济衰退的隐忧 叫做恐慌 衰退恐慌 表面上是这么一件事情 那其实背后 是华尔街跟联总会的一场博弈 然后呢 华尔街在对联总会叫板 然后呢 华尔街在对联总会施加压力 要联总会降息 而且最好是降粮 九月份 整个故事应该这样串起来 所以从 就是全球股灾的背后的因素 其实是华尔街在将联总会一军 将军 是这个意思 你这样解读可以 就是说 好像跟事实的发展也不违背 就是这样子 然后 你说 很多人在问嘛 会杀到什么时候 通常啊 这样子 没 上旬啊 该月份的上旬就开始杀的话 大概杀两个礼拜 可能就是两个星期 然后这个 可能到下旬就 基本上那个 卖押宣泄完毕 一旦换月份的话 很可能就开始看到缓弹 说不定更差 然后 那个 等 我下面会来解释 为什么所有的下杀 因为某些原因 出现的恐慌情绪 这种下杀 其实都是买点 我们去看台积电 去看台股 好 现在我们讲一下几个下杀的例子 好 往前看呢就是 疫情期间那个下杀 所以我们这个 另外一集再来解释这个 就是恐慌性沙盘 对于投资人有什么启发 这下一集再来谈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些孩子从出生就面对一辈子的艰辛 是一辈子都需要被照顾的 这里的老师们也都很辛苦 每年背负超过69万人次 庞大的服务量 陪伴无数家庭 跨越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生命障碍 他们不一样 但值得一样认真的你支持 不一样的认真 遇成社会福利基金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没提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